华晨宇,制作最优秀的音乐人 华晨宇低调,专注音乐,谦虚,一直争作最优秀的音乐人 他是偶像,却更像一个用音乐诠释生活的优雅王子 以前用唱歌讲故事,现在用故事唱歌 爸,我回来了让我们听到了故事里的音符,你的尖叫,我的心跳 每一声哭腔,深深地牵动着每一个追随他音乐的人 或许感同身手,又或是亲身经历,再而是偶尔回响,这份感动如此真实 你像一个孩子,又像一个艺术家,唱的是他人的故事,却讲述着自己人生的道理 我看到了你,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你干净力咯 对音乐的专注,对每件事的认真,一直努力到现在的决心 这是一个梦想,更是对歌迷的责任,华晨宇直的歌迷的这份爱戴 一个舞台,一架钢琴,一个歌手,足矣 或许看得见的是帅气,但能真正听得到的是你的唱功,用心触到的感动 有人肯定,有人反驳,你已如此,实力会说话,花与火同在,花会一直红,火会一直半米左右 人生就像一部剧,你像一名演员,用心去感受生活,你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 观众哽咽万分,流连忘返,过后谁替你分担这背后的心酸 对这世界多一份触动,会看到更多的优秀 胡佐流量歌手,制作最好的音乐人,感谢华晨宇对音乐的这份真诚 愿你的世界澄澈得像湖水,无人打破,你还是你,笑容灿烂,温暖可居 谢谢你,华晨宇,让我们遇到这么优秀的你 好的 chatter 打的 打的 一 打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